花蓮玉里在昨天下午发生了一起继承车跟机车相撞的事故 当时小黄要回转 不小心跟执行机车发生碰撞 让骑士被卡在车底下动弹不得 继承车起步准备回转 一台执行的机车就这样撞了上来 事故发生在花蓮玉里新国路和中校路口 相撞之后黄姓机车骑士头部卡在车底动弹不得 回顾事发经过 继承车在中校路前起步准备回转 没有注意到后方执行的黄姓机车起事 造成相撞 撞击力道之大 继承车驾驶座的玻璃全部碎裂 车门凹陷 机车车头也全毁 骑士头部卡在车底一度失去意识 全身也有多处挫伤 幸好警销道场协助他脱困也恢复了意识 继承车驾驶则是头部撕裂伤 两人都被紧急送移救治 双方驾驶经送移后均无大碍 病酒侧并没有酒精的反应 事故发生的撞击声吓坏附近居民 而继承车司机经过酒侧确定没有酒精反应 黄姓骑士则是要再抽血代验 两人送移后也都没有生命危险 继承陈敬燕华联报导